手游酷玩 大家好我是来自手游酷玩的在这里 今天给大家带这个游戏叫做欢乐贪吃蛇 其实就跟那个贪吃蛇大度战差不多 游戏玩法大家都了解 因为这个游戏 这种类型的游戏已经在市面火了很久了 也就是玩的人比较多 而且大家贪吃蛇小时候经典游戏项目应该都玩过 你还在用诺基亚吗 这个就是一个手机的这个一个时代 我们小时候应该都玩过 反正我小时候啊 就是写完作业 唯一的要求就是让我玩玩手机 这个小时候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追求 那这个地方呢也是成功的头碰头 然后换掉了这个人 然后这个地方 其实我想跟他们几个分一下 这个之前不知道是谁弄死的这个人 然后有人创造了我的尾巴 然后被我直接带走了 说到这个经典游戏 再一次改编回到这个APP 其实是很不久之前才发生事啊 嗯其实按照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来说呢 目前回来的已经有很多了 就比如说腾讯 老哥和那谁合作出的那个混沌螺 前面就和我后边可能就有点差劲啊 我也是没有玩过 因为就是太忙 这个大家都理解这分分钟啊 就急冒险上下 你没时间玩这种游戏啊 这个有点难受 还有呢就是冒险岛之前也出过一些合作 还有一些其他经典游戏啊 然后在之前的一段时间 看日本的那个任天堂的官方说 他们与腾讯展开合作是关于这个宝可梦 就是皮卡丘就口袋外啊 那这样的话 回想一下我们年少时的经典游戏项目和经典卡通形象啊 已经没剩几个了 所以说腾讯老哥啊 你们的原创道路啊 还需要走很久啊 这个就有点难受啊 这地方也是腾到了百分之十一啊 然后有很多人由于我体型大了之后会不小心用尾巴碰到他们啊 就这体型大了之后呢 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你会莫名其妙的啊 击败你的对手 他就可能转个玩不小心碰到你了 然后系统就直接判定他失败了啊 这也是比较难受 那这地方继续啊 我就是先仗着自己体型大 然后跟对面不属于硬碰跟镜啊 大家有的时候体型大之后会玩的非常小心 其实这个我理解 因为体型大了之后呢 因为你是花很长时间才把自己的体型变得非常大啊 然后突然如果被一个小蛇利用这种突然回头这么一个小的就是技巧 弄掉之后呢 就会感觉非常的不甘心啊 但是我跟大家说啊 你要敢于跟他拼啊 因为其实你跟他拼 不拼了 不拼了不拼了 拼个头啊 这怎么又给我拼死了啊 这难受啊 不拼了不拼了 老老实实的挺好啊 这个有点难受啊 这没拼过啊 就直接给我带走了 这地方这个老哥强给我拼 然后我也是没理他啊 我直接回头了 然后呢创造了我的身上 这样了 哇 这是哪条大蛇被带走了吧 应该是第一吧 他是不是吃小蛇什么 然后创造了小蛇的身上啊 我那可太亏了兄弟 你这也太难受了吧 这地方再一次利用这个片头杀啊 再一次带走一个啊 这地方也是啊 就是你突然一回头 跟他脸对脸 很多人都反应不过来 他很多人都是 就是反应不过来 要用侧面去碰你啊 所以说这种方式啊 我已经用过很多次了 那今天给大家带游戏呢 叫做欢乐探知蛇啊 游戏大概在三天左右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呢 请关注我们社会库玩二 本期视频啊 到这里啊 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因为我这个体型 其实已经变得很大了 基本上 已经无敌了 差不多了 这把应该是要结束了 已经实起了 感谢你的本次观看 让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